宋子冠将包裹送到后礼貌的暗斗门铃 但接下来的一幕就把他给吓傻了 包裹里面全是一堆垃圾 不是吧 什么鬼啊 情况不妙 绿了绿了绿了 这是一只蓝色的母鸡 它到底是啥呀 我真的母鸡呀 它左喵喵又喵喵 然后朝那头东西猛的一桌 完了就沾上了 原来这是一坨口香肠 这年线这是久道离谱 根本停不下来 旁边的小伙伴见庄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紧接着他挥舞的翠膀用力一扯 完了给吃下去了 小伙伴见庄直接笑倒在了地上 而另一只啊 直接把奥里给都给笑出来了 这时候画面中出现了四只火力鸟 他们表面上看着密不可分 但实际上却是因为被塑料给拴住了 为了摆脱束缚 他们开始用力往外扯 由于他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如果不把塑料给破坏 他们做的再多也只是无用功 很快他们被反弹了回来乱成了一团 年轻的水母以为这只塑料带是同类 于是他果断的钻了进去 但很快他发现了不对劲 他在里面拼命放电 但是却接受不到任何的反馈 他生气了 他开始疯狂撞击塑料袋 然而当他冲破枷锁的时候 他的身边也就被塑料袋给覆盖了 人类每年要消耗五万亿个塑料袋 丢弃将近一个亿的塑料垃圾 而现在科学家以及他人体体内 发现了塑料威力 这显然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对于环境保护 你持怎么样的看法呢